神秘的欧阳修为什么反复要求提前退休 已经成为宰相候选人的欧阳修 究竟怎样看待人生的永垂不朽 而已过花甲之年的欧阳修 为什么还要自称六一居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十三集 六一居士的六个一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种风尚 就是经常为自己取各种雅号以名心智 欧阳修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号打老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又给自己起了另一个更有名的笔号 醉翁 而到了六十岁前后 他却有自称六一居士 其实他的每一个别号都是一段人生历程的体恋 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情怀 那么这个六一居士里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丰富内涵 而身处高位并已经成为宰相候选人的欧阳修 却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提前退休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取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十三集 六一居士的六个一 我们前面说过 欧阳修快到六十岁的时候 又被人家告了一次绯闻案 说他跟自己的儿媳妇有点不甘不敬的 后来虽然调查清楚了 但是欧阳修这一颗心也真是量到了冰点 他不是不愿意在中央再做官吗 反复的跟朝廷说 我真不愿意在这待了 这整个是一个 一浑水 我不愿意在趟这浑水 我到地方去做官 好 没问题 中央经过决定讨论 把他放到安徽的博州去做支州 可是我跟你说 打这时候起 欧阳修就早就动了要提前退休的念头 我们知道在宋代有规定 一个官员他的退休年龄是多大 七十岁 可是欧阳修这个时候 才刚刚六十多一点 他就想要提前退休 他刚刚被派到博州当支州 就给朝廷上了九道奏章 要求退休 结果朝廷不但没批准他退休 反而把他任命为山东青州支州 还兼了京东东路安抚市 这是个什么官呢 就是青州市的市长 而且还负责管辖在青州附近的其他八个州郡的总体事务 换句话说 不但没让他退休 反而怎么的 给他加码了 给他提升了 这下他就急了 在青州他又连上两道奏章 说您这边不让我退休 我求您了 您给我分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州郡 越小越好 我想怎么安静我就安静 我不愿意再去管那么多事 好 这州章一上去 不但没给他分个小的 又给他分了个大的 这叫什么呢 宣徽南院史 判太原府河东路 经略安抚史 政治的格很高 实际的权力也很多 欧阳修都急了 这不是要人命吗 都说不清楚了 他马上就给皇上上奏章 说什么呢 说是每求退则得进 每子少则祸多 我这是怎么了 每次我说我不干了 你给我的更多 每次我说我要走了 你给我压的码越重 要是偶然也就算了 要让人家看见说 你这是干嘛呢 是不是 你这难道是以退为进吧 你这又在这使手段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 是不是想要更多 所以就说不干了 有人说我不干了 我撂挑子了 这活我干不了 领导说 给您再安排一大活 这个大活我也不干了 再给您安排更大的活 这不吭声了 那么他就说 在外人看来 我这个行为 我这个言论 这不就人家会非议我吗 我告诉您皇上 我现在身体很差 身体真的不行 您别看我没有一脑袋栽到枕头上 我告诉你 我其实早就成了行尸走肉了 我是真不想干了 他在这个位置上 还没给他判下来的时候 他就连上了六道奏章 要求要么退休 要么给我分一小的 好 在他的连续不断的请求下 朝廷下诏 把他派到河南的蔡州 做支州 他刚到蔡州一年 就连上了五道奏章 坚决要求退休 死活不干了 你看啊 先是九道 又是两道 又是六道 又是五道 这绝对是铁了心了 我在他的坚决的 反复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请求下 当时的皇帝 宋神宗就允准了 让他提前退休 我刚才说了 退休的年龄本来是七十岁 他这一年 才六十五岁 欧阳修的做法 简直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他为什么就非得这么提前的光荣退休 退休的时候给他待遇很高 按二品的等级给他待遇 那就是朝廷为什么就反复的要挽留他 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宋神宗继位之后 他重用了谁 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 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 特别是像欧阳修这样 经验丰富 德高望重 为人又特别的忠职 这样干部很难找 所以他非常迫切的想使用干部 但是欧阳修总是一再的要退 所以才总一再的挽留 王安石曾经找过宋神宗 讨论说要给宰相的队伍里边增添新人 当时有五个宰相 有个说法叫生老病死苦 为什么 说有一个宰相是老年纪大 还有一个宰相成天病歪歪的 还有一宰相没过几年就死了 还有一个宰相改革变法的主张不一样 天天的发生矛盾 所以他苦不堪言 只有一个宰相是糊糊有生气 这宰相是谁 王安石 所以在生老病死苦的情况下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 都很希望能够把一个真正的干才 同时一个有经验的干才 能够怎么样 吸收到宰相的队伍里头来 他们当然就想到了欧阳修 宋神宗曾经问过他 说你觉得欧阳修跟赵变相比怎么样 赵变是当时的一宰相 说他比赵变强 说你觉得他比吕宫碧怎么样 说比吕宫碧也要强 说你觉得他比司马光怎么样 说他比司马光也强 这样宋神宗就决定要用欧阳修 既然皇帝宋神宗已经准备重用欧阳修 那他为什么还最终允许欧阳修提前退休 经历了无数世事沧桑的欧阳修 对于官位和功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他有犹豫 王安石说欧阳修好像对咱们改革变法有点微词 他这样的话他来当宰相可麻烦 宋神宗也犯难说 现在要挑一个既有能力的又很忠诚的 同时又富有功心的这样的人 还能镇得住镇巧的 不好找 王安石说哪怕我们找个庸才来 也不能找个导弹的人来 这事就放下了 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欧阳修当还是不当宰相这事 欧阳修并不知道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以为说 那怎么回事 是不是因为没当上宰相闹意见 是不是说这个也不干了 那个也不干了 要提前退休 不就是想干那更大的吗 我告诉你 这样你就把咱们欧阳修就看小了 为什么看小了 欧阳修有一篇文章 我们读了以后就能非常鲜明的感觉到 他绝对不是那种图虚名的人 在湖北的荆州有一座山叫县山 县山上有一座亭子 荆州的支州就请欧阳修为这亭子写一篇记 县山亭记 他是怎么写的 欧阳修说 掉眼泪 为什么他说在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名人志士登到县山上 可他们现在早都会被湮灭了 我觉得将来我也是这样 想到这儿就觉得人生在世功名利禄 不过浮云 非常的伤心 为什么 不能永垂不朽 他操心这事 他走了之后 他的继任者就是杜玉 杜玉更厉害 杜玉做的比较绝 他不光哭 他不哭 他到山上一看 他说这个比较复杂 为什么 他说沧海桑田 现在是山顶的地方 将来肯定是山谷 现在是山谷的地方 将来必是山顶 他给自己凿了两块碑 把自己的工业系在碑上 一块放在山顶上 一块扔在江水里 说将来沧海桑田 不管怎么变 人们都能看得见 欧阳修就说 他们就太在乎了 是不是 你光说是沧海桑田 山顶变山谷 山谷变山顶 你就没想到 你那碑迟早有一天 也会烂掉的吗 你们俩实在不高明 你们俩没想到 你们老想着 别人记不起来 告诉你们 没有人知道 现山是什么山 就是因为有你们俩 现山才出的名 所以人生在世 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事 立工业 不要讲功名 求政绩 但是不要求虚名 便可 搞那虚的干什么 那么到底在欧阳修看来 什么是永垂不朽呢 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里边 极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的很多的思想都是通过文章表现出来 他说什么 他说我活到这把岁数了 我写了好多慕之名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在这二十多年里头 在我身边默默的消失 我永远再见不着他们了 不管是我给他们写过慕之名 还是没有写过慕之名的人 他们都死去了 但是他们的文章留下来了 欧阳修说 只要看到他们的文章 只要搜集他们的文章 让他们的文章流传 他们的英明就永远不会磨灭 就会永垂不朽 你想 对欧阳修这样一个人来讲 他的永垂不朽的观念 根本不是什么参知正事 什么宰相做上一两年 这种东西是迷惑不了他的 这属于洞穿历史的人 他一眼就能看到历史的本质 和功名利禄的本质 对于欧阳修放弃高位 以前退休的说法 当时有很多人不但不理解 甚至误解和曲解 此时 却有一个人写信给欧阳修 祝贺他退休 那么这个理解欧阳修的人是谁 而欧阳修又为什么要自称六一局势 谁最理解他提前退休 他最得意的弟子苏氏苏东坡 他一提前退休 苏氏就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 向你表示祝贺 苏氏怎么说 苏氏说 他还没到退休年龄 他就退了 他说自己的能力不足了 他要退了 在一般的人看上来 这样的做法似乎很怯懦 这样的做法似乎很愚蠢 但我告诉你 这样的做法 其实恰恰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是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人的做法 为什么 苏氏说一个尊贵的人 一个真正尊贵的人 就是没有权势 也会受到别人的推崇和尊重 一个仁爱的人 即便不去专门的养生 他也会长生不老 欧阳修退休了 没错 那么跟他以前做官有权力的时候 他失去的更多 还是得到的更多 我心里太清楚了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 欧阳修 虽外为天下兮老乘之趣 而思习明哲得保慎之权 外界人看来说 这老头子身体不好 不行了 他退了 我告诉你 这正是欧阳修明哲保慎全身而退 激流勇退的大智慧 你们谁都学不来 你们没有这个勇气去退 退不但需要智慧 还需要什么 需要勇气 尤其是在他节节高的时候 他退了 这个大智慧 他就集中的体现在 他的六一居士的这六个一当中 欧阳修给自己写了一篇自传 六一居士传 这篇文章怎么写的 是采用你问我来答的方式 他说 有课问约 有客人问他说 你那六个一都是什么六个一 有哪六个一 欧阳修说 我有六个一 我家藏书一万卷 我家藏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收藏的 金石遗文一千卷 我有琴一章 我有旗一局 我还有九一壶 客人说 不对 这是五个一 还有一个一 说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罪翁老头子 我们跟他加在一块 就是六个一 客人就笑了 其实就是欧阳修自己笑了 客人说 您这又是干嘛呢 您不就想逃名声吗 就是想逃离公民吗 庄子有一篇文章说的好 庄子说 有个人讨厌自己的影子 拼命的跑 想摆脱自己的影子 跑得越快 影子跟得越快 跑着跑着 跑死了 这个人很蠢 他躲到大树底下乘凉 不就没影子了吗 你是不是也想像这人似的 想逃离自己的公民 想躲起来的 王上师说 不 我从来没想过逃名 我这名太大了 想逃也逃不了 我告诉你 我叫自己六一居士 就想求个心安 就想求个自逝 我自己觉得舒服 快乐 这客就又问了说 你都有什么快乐 欧阳修就回答 他说 我这快乐可太大了 我告诉你 当我沉浸在我的书当中 当我沉浸在我的金石的遗文当中 我的酒 我的琴 还有我的旗当中的时候 所以泰山崩玉拳 而我色不变 就是打雷把柱子都击断了 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告诉你 我这些年做官太累了 有两个累 第一 我穿的官服 我拿的官印 让我的身体疲劳 我心里头不断的有忧患 不断的有忧虑 这让我的心也很累 我给朝廷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报告了 我说我真的要回家 我要休息 我要退居 我要跟我这五个一 待在一块 我就觉得心情舒畅 无比的愉快 客就又笑了 客说您刚才说了 官服官印官职 这都让您很累 为他所累 可是您这五个一 我觉得到时候也会成为你的负担 难道不是吗 欧阳先生说 否也 不对 我在这五个一当中 我没有忧患 我只有心尽平安 我在这五个一当中 我自己求得自恃 所以对我来说 不像你所说的 好像我在这五个一当中 被这五个一所捆住 所束缚 那不会 绝对不会 我告诉你 绝对放心 客就没再笑了 在这文章的结尾 欧阳修又说了一段话 说什么呢 说从做官开始 我就仰慕这样的人 他们没到退休的年龄 就提前退休 我喜欢这样的风范 于是我要这样做 这是我退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我这些年来没做出啥成绩 所以我想退 第三 现在病也多 人又老 所以也应该退 这三条理由 难道还不够吗 我从此 就要躲到我自己的快乐的安乐窝里头 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你注意 欧阳修到了六十岁头上 给自己又换了一个别号 叫六一居士 这是有来由的 什么来由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一方面是多年的官场的险恶和风波 让他觉得疲倦 官做的越大 离自己的本真的 本来的面目越来越远 他到最后不知道在为谁活着 所以叫做六一居士 这其中的五个一 都是他自己的性情所向 他希望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想要能够让自己的情趣 得到心灵的认可 六一居士的六个一 朴素雅致 极富情趣 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宁静淡泊的情怀 在自豪打老碎翁之后 老年的欧阳修为自己取号六一居士 必然别有一番深意 那么六一居士的这六个一 究竟还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内涵呢 首先我们来看酒 我们知道酒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吧 从曹操的《对酒当歌》到李白的《会许一饮三百杯》 一直到欧阳修这 酒在文人的个性当中 在文人的作品当中扮演太重要的角色 欧阳修也写过一个故事 那才绝呢 欧阳修说 这石万青和刘浅两个人酒量大 有一天到一个叫王室酒楼 姓王一家开酒楼去喝酒 这俩人喝的饮酒终日 从早喝到晚 而且两个人喝着酒 跟什么人都不打招呼 两个人之间也不说话 就是喝酒 酒店的老板觉得这两个人这么能喝 又给他们上了一些菜 拿出更好的酒 这俩一直喝到晚上 始终不打一言 目不左顾右盼 什么都不看 喝完酒之后 互相做个衣 走了 溜溜的喝了一整天 第二天 东京汴凉城里传出消息 说王室酒楼昨天来了两个酒仙 喝了一天的酒 我讲这什么意思 就像这个北宋的士大夫啊 对这个酒是情有独钟 欧阳修在他的词里边 也有对酒的这个推荐 他说 平山蓝箭一清空 山色有无中 手中堂前垂柳 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 辉豪万字 一饮千中 行乐之需年少 尊前看去衰翁 这在扬州写的词 说什么呢 说你看 这个太守怎么样 辉豪一写 就是上千字的文章 一饮酒 就是上千钟的酒 我告诉你 人生在世 及时行乐 必当年少之时 要到老了 可就来不及了 酒在这个地方 成为世人生命力的象征 所以你说 五个一里头 怎么能没有酒呢 当然应该有 第二什么呢 第二就是琴 对琴跟欧阳修的关系 大家就不太了解了 欧阳修自己会弹琴 应该叫抚琴 他还收藏琴 他自己在家里收藏了三把很名贵的琴 可是他有个感受 他说什么呀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收藏琴没有钱 琴的质量也不好 可是我抚琴的时候很快乐 现在官越做越大 收藏的琴也越来越昂贵 越来越精美 可是听着琴的声音心里反而不快乐 所以我感觉 在人不在弃也 若有心自视 无闲可有爱 人的快乐是在内心的 只要内心快乐了 就是琴上无闲 在琴板上抚一通 心里也是自由的 可是你的心里装的事太多 琴就是再精美 琴声就是再悠扬 也没有办法解脱你 他不是收藏琴吗 他又有体会 说什么呢 说呀 琴曲不必多学 不像我们现在上流行歌曲 一下要唱好多首 是吧 要显摆 我能唱多少 唱多少 不用 琴曲不必多学 只要能够让自己快乐 哪怕只会一首也就够了 收藏琴也不必收藏的很多 只要自己喜欢就行 如果真的收藏的很多 也犯不着就去扔了 总之 无论是弹琴 抚琴 听琴 还是收藏琴 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要快乐 你注意 琴跟欧阳修的关系 他要在琴当中获得自由 获得快乐 而且琴在欧阳修看来还能治病 为什么 欧阳修说 我们平时吃药是能够除病的 可是弹琴 听着琴声 可以把内心淤积的不平 可以释放出来 我们听着琴声 有时候感觉 高山流水 有时候感觉疾风暴雨 有时候感觉好像屈原在吟唱 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孔子在低声的叮咛我们什么 在琴声当中有自然的声音 也有圣人的声音 也有历来的能人治世的豪言壮语 所以听了琴声就仿佛看见古人 就仿佛读到了经典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说 你身体多病 我劝你买一把琴 抚一抚吧 抚琴可以抚平你内心的不平 琴 跟欧阳修的关系 你想 这么重要 怎么能不算到五个一里头呢 跟琴紧密连接的是什么呢 是棋 欧阳修啊 是个高手 下棋下得特别好 他被贬到仪陵的时候啊 就全靠这棋了 在他的诗里边 他多次的提到了自己的下棋 他有这样一首诗 竹树日以滋 宣创见忧心 人贤与世远 鸟语知静静 春光矮玉布 山色寒上映 独收万绿心 与此亦平静 我告诉你 春光好的很 鸟语花香 下棋的时候 什么都别想 专心致志的下你的棋 你就会忘记世上所有的烦恼 你看他 喝酒能够让他畅快 领略到生命的力量 辅琴能够让内心平静 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身心健康 下棋能够让他忘记烦恼 棋太重要了 而且琴棋这是分不开的 怎么能够列到五个一里头呢 琴棋书画 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基本素养 作为大文豪的欧阳修 在九琴棋的世界里 寻找到了心灵的明镜 那么 在六一句式的六个一中 欧阳修对书和金石遗文 又有什么样的收藏特点 为什么说 他在这六个一中 获得了自由呢 再一个藏书 欧阳修藏书胜风了 藏书一万卷 大家说一万卷 不算多吗 我告诉大家几个数字 你就知道欧阳修的藏书的概念 两宋时期 藏书家大概有七百余人 藏书上万卷的有两百多人 藏书上三万多卷的 有二十多个人 到南宋宋宁宗的时候 国家的藏书将近十二万卷 可是你要知道 在宋仁宗的时候 就是欧阳修所在的时代 国家的藏书才三万多卷 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 欧阳修藏书一万卷 这数量很大 而且欧阳修藏书有个特点 什么的 第一数量大 这我不说了 第二质量高 因为他本人凡是收藏书一定要对这些书进行精心的教刊 要对这些书的来龙去脉 对书的品项 对书的版本要做研究 所以但凡他收藏的质量很高 第三他还有个特点 他不光搜集前代的留下来的书籍 他还搜集什么呢 当代知名学者和作家的手稿 这是他收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欧阳修的书斋或者叫藏书楼 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听着特别怪 叫飞飞堂 什么叫飞飞堂呢 就是两个是非的非 飞飞堂的意思是什么呢 欧阳修有说法 他说读书应该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肯定正确的比不上否定错误的 听明白了吗 我们要在不断否定错误当中才能前进 而不是在不断的肯定正确当中走向前进 是不是 我们说一个人往前走路 一个人要做事情 总是要在不断的否定自己和否定错误中前进 你不可能永远在总结正确中前进 因为每走一步 你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你都有可能犯错 骑士往前 每走一步都要犯错 克服了错误 然后才能往前走 飞飞是什么呢 就是否定错误的意思 欧阳修说 我这个书房好 我每天回到这书堂 回到飞飞堂 看着上万卷的书 然后看着窗外的绿荫 看着窗明几近 我的心就能静下来 静下来干什么呢 能品味古往今来 圣人贤达的文心 所以读书不但能够让他明智 而且读书能够让欧阳修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 欧阳修本来就是一个勤于著述的人 我前面已经介绍了 他在什么文学 在史学 在经学 在各个方面都拙有成就 你说这书 他怎么能不列到这五个一里头呢 接下来是什么呢 收藏有一千卷的金石遗文 什么叫金石遗文呢 就是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欧阳修所在的年代 所有的之前的碑铁名文他都给收藏了 当然他这个收藏很多是借助了朋友的力量 用了18年的时间收藏起来 可是你要知道欧阳修收藏这金石遗文他有个特点 在他之前不是没有人收集过 可是在他之前收集的人是什么概念呢 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只不过是为了供人观赏和欣赏 比方说 您看我这个碑克踏本 很漂亮吧 你看我这个写的什么字 很有价值 欧阳修收集这些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进行研究 怎么研究呢 他借助自己所收藏的碑贴和名文 来为历史补证 比方说他读到一篇历史 这个历史的记载跟我收藏的背景名文上不太一致 那我肯定要怎么呢 要相互比较 然后趣味存真 也就是说 欧阳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第一位开创者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收集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借助收集的元素和材料进行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收藏了之后 后边不是李清赵的丈夫赵明成 那金石鹿就是从他这一条线下来的 这能不列到五个一里头吗 我们感觉欧阳修整个一个五个一工程 讲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慢慢就有点明白过来 明白什么了 你看欧阳修在政治上跌了个跟斗 虽然这个跟斗是别人给他塞了一块砖把他绊倒的 他绊倒了 然后他就想我不干了 不干了你去哪 人生在世都要有所寄托 对一个空虚的人 一个乏味的人 一个没有趣味的人 他除了做官之外 他没别的好干 这是最悲惨的 对欧阳修来讲 离开了纷纷扰扰的官场 回到这五个一工程 他的心灵更加纯净 他的智慧更加明锐 他的眼光更加的清澈 他的思想更加的活跃 他的情趣更加的高雅 他内心更加的充实 他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对于欧阳修来讲 离开了比地 离开了那个浑浊的官场 他是因为有所一事 他是有所归宿的人 对这样一个心中装着如此丰厚的文化内涵 这样一个读书人来讲 就像刚才苏氏所说的 欧阳修不错 他不做官了 他离开了权力 但是我们要问一句 他究竟是失去的多呢 还是得到的多呢 苏氏说 我心里明白 就看你们明白不明白 欧阳修的确是退休了 但他有这六个一 特别是有那五个一 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休息 更不可能休眠 不可能睡着 他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符合自己的个性 趣味和兴趣的这样一个世界 他以前曾经拥有过权力 而且他也借助这个权力 为社会 为人群 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但是他现在开始为自己活着 为自己的趣味活着 他不打算逃命 他也不打算像那个人似的 在这边狂奔 为了摆脱自己的影子 他不想做这样一个人 他在这一万卷的书箱里边 找到了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的快乐 他在那一千卷的金石遗文里头 找到了能够出入古今的那样一种智慧和愉悦 他在悠扬的琴声当中 能够感觉到平静和祥和 他在这一举棋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当中 还懂得一个道理 成败并不是人生的负担 如果你把成败看作一次游戏 那么他会给你带来乐趣 当然还有那壶酒 他让欧阳修获得了自由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六一军事的六个一的内涵 什么内涵呢 就是走出了官场 走出了纷纷扰扰之后 欧阳修获得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一个自由的欧阳修 一个获得了解放的欧阳修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谢谢大家 欧阳修不仅用文字征服了读者 更用高级的人格 抵挡了他的时代 他既直言赶箭 宁折不歪 却又秉公之士 以得抱怨 他引领了北宋文坛 成为一代宋师 成就了唐宋八大家的集体阵容 在一篇篇我们熟知的文章外 还有一个怎样的欧阳修 值得我们去认识去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康震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 第十四集 退而未修明千古 敬请收看